事实上贬家洗钱案现在整个越滚越大 那么当然包括了 孤仲营在今天回来之后 可能在礼拜五之前就要来进行约谈 孤仲营他可以说是以所谓的证人的身份 但另一方面他又讲到了 是跟二次经改有所关联 到底陈水贬的妻子跟儿子 什么时候会被约谈 水贬昨天自己在高雄再度的爆料预言说 就在这个礼拜 但特征组今天不多做回应 只表示该传唤一定会传唤 那么即将到来的就是旧姓吴淑珍 还有就是陈志忠夫妇了 现身洗钱案的陈水贬第三度大预告 当年要来之前 在后一星期 就是马仔开始这一星期 阿彭亚跟出来 我的后生和媳妇 绝对会去特征组 来予党 来收下 用词强烈 陈水贬说儿子和媳妇 绝对会被约谈收押 办案人员私下表示 律师出身的陈前总统 用猜的也可以猜到办案进度 对于陈水贬的高调预告 特征组还是保持一贯的低调作风 特征组表示该传唤的一定会传 目前检方掌握的市政都指向 吴淑珍涉嫌重大 特征组也表示在结案之前 一定会让吴淑珍和陈志忠母子 有答辩机会 除了扁家人之外 是否还有企业前进扁家 特征组双轨进行 向北检调阅元大金华证券 背信案的相关卷证 本周之内除了中信孤仲淫 可能还会约谈元大的 马志玲 杜立庄夫妇 周年新闻吴嘉慧综合报道